台风液态无聊 民众挤在哲宇棚喝咖啡 只见大家安然无视地玩着手机 但突然一阵强风揍雨 哲宇棚剧烈震动 雨势越加夸张 民众赶紧站起来 躲避强劲雨势 伴随着惊声惨叫 原来哲宇棚破了大洞 花莲市一间露天咖啡厅 27号晚上10点多 强烈大风 吹了店内物品一团乱 吓得店员惊慌失措 突然一阵强风暴雨 也吓得正在咖啡厅喝茶聊天的民众 全都超狼狈 北台湾虽然雨势不大 但间歇性强风也导致灾情发生 28号凌晨2点多 基隆安乐区一处社区突然大停电 随后台电紧急出动车辆 在安乐区和七堵区一带巡视 最后在七堵通往安乐区自强产业道路 发现一条电缆线断裂 垂落地面 紧急进行抢救 停电当下也造成某社区保全 在巡逻时受困电梯一个半小时 一个小小的声音停电 然后我就出不来了 下午再来打开我就出来了 而便利商店店员也担心会停电 预防性的赶紧拿包冷布 盖住冰箱内的生鲜食物 民众也担心没电太热 赶紧到有电的地方避难 不然就没电 小朋友会怕 有电灯的地方 七堵区一度造成3963户停电 经过抢修后上午才陆续复电 杜苏瑞台风的威力 撼动台湾各地意外灾情频频传出 真的也吓坏了不少民众 记者留起焦朱丁龙李婷熙 花莲基隆采访报道